春节过物必备肉片 不过台糖梅花肉商品 遭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 检测出不得检出的瘦肉精 民众看到报道也吓到 但好在自己的肉品都跟认识的肉摊购买 因为我们这边的 我们这边乡下养的猪 所以我们都没有去哪里买 都是经20年都在那边买的 是不会担心的 对 不过事件爆发引发讨论 因为主要销售平台 就包括台糖健康易购网 易客城生鲜超市 全联福利中心等通路 台糖公司开始调查 株枝源头进行抽血 毛发采取以及饲料的检验 结果出炉也都是零检出 此外台糖公司肉品具有产销履历 台糖公司也将其他的肉品 包含中排肉 以及这一次验出瘦肉精的同批商品 送验检验结果 瘦肉精的部分也都是零检出 台糖公司表示 绝对不会使用瘦肉精 也向中式卫生局申请赴验 至于在消费端 2月3号起接受消费者 对梅花肉片退货 也请消费者提供购买证明 或是电子载具 有些新闻阿斯伯罗利昂许家荣 台北市蓝大同采访报道